穿著白色衣服 走在前頭的就是 盜領案主嫌貝瑞佐夫斯基 後頭則是共犯伯克曼 在等行李過S光機時 還深深懶腰 隨著兩人出鏡畫面曝光 讓人不經困惑 盜領巨款到底在哪裡 仔細看看當時 他們順利通過安檢 包包裡頭也沒有藏現金 僅僅合理懷疑 他們早在出鏡前 就把大量現金處理完畢 低銀行ATM盜領案 兩名二級嫌犯 就住在五星級軍樂飯店 兩個人卻住四人房 而且期間不斷進進出出 最後手上多了一卡皮箱 僅僅懷疑這裡很有可能 就是他們的交易據點 坐落台北市新義商圈的 國際五星級飯店 一旁就是101 也能看到小巨蛋 盜領案主嫌 選在精華地段入住 裡頭商務客外國旅客多 不容易被發現 藏身在15樓 刻意低調選擇普通房型 但畢竟是高級飯店 一碗還是要價9000元 通通附現就是避免留下線索 但警方發現一個疑點 他們10號晚上入住 期間陸續進出犯案 按照犯案時間推測 這時候他們已經藏有 數千萬現金 事隔一天 他們就消失無蹤 卻有另一名 同樣是二級員士 住進同一房間 僅僅不排除 就是共犯第三人 一前一後 就是為了避免直接碰面 而是由飯店 當作交易本營 來捲走7200萬元巨款 但軍樂飯店表示 涉及顧客隱私 不願多做透露 只是兩名俄羅斯人 來台道領7000多萬 手法細膩 讓檢警難以捉摸 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隨著入住交易地點曝光 整起案件也會跟著 越來越明朗 記者宋君 何惟榮 聽別報導